更多啦,長寬膏這個範例 長寬膏範例的這個裡面的話,基本上它要的其實就是 這個範例,把它啟用編輯一下,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 總共是長寬膏 三個瓜糊 我希望把這三個瓜糊裡面資料放在這個裡面 OK 那方法很多啦,也許你可以試試看,我這邊方法很多,可以用這個 這個是書裡面提供的方法,我覺得這個方法有點太冗長了,你會發現公式寫這麼一串,裡面還用到一堆的公式 我另外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當然如果說你希望 比較,但如果第一個你不用函數的話,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其實 其實 在這個 Excel裡面有一個叫資料剖析,不知道各位沒用過 其實資料剖析也可以剖出來 那資料剖析你可以用固定寬度,有沒有下一步 可以用點的 可是你要點準 你們要點準 這個要點剛剛好 如果點歪了 那你就是 就是它會 就是變這樣 雖然很準,有沒有剛剛好 點歪了你可能要再調一下 下一步 那這些都不會錄 這個不會錄 把不需要的不會錄 然後按 這邊點 這邊的話,選這邊就好了 C2 按個完成 那要不要取代 4 過來了 OK 這樣也還蠻快的 但是 第一個啦,就是你可以用不用函數的 或者你可以用函數的 用fine函數 試試看 那相關的參考答案 雲端上都有 甚至VBA也有 這個部分我已經全部都 已經都寫好了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用 這個 fine函數 這邊有 那fine函數大概就這樣 fine第1次 那如果你要fine第2次的話 你可以再 再什麼呢 再把第3個參數裡面 放什麼 放第1次fine的東西 那最後一次的話呢 你可以再把什麼 再把 前面這個fine的東西放在什麼 他的後面 記得後面在什麼 把它加1 他就往後去找了 我覺得這樣 雖然不是說頂高明 但是比較簡單 邏輯比較簡單 OK 另外還有所謂的VBA 一樣有清楚 那一樣什麼 刮鬍自算有長寬高 當然最後你可以一次全部做完 把所有的刮鬍呢一次做完 我看起來 也有些地方跟前面是類似的 就是用那個 INSTR 去繼續找 類似有這個 這個部分 那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還有一題 我覺得也蠻有代表性的 因為這也是同學發的問題 這個是 切割 範例這邊有個字串切割 這個是因為他每天都會從網路上 去撈一些 這個網頁上面的資料下來 那他最後只需要 怎麼樣 這個 中瓜湖裡面 這些資料 那如果說你中瓜湖裡面 直接要放在 B欄的話 跟剛剛那一題還蠻像的 那你要怎麼去把這些東西快速的切出來 切到這裡來 OK 一個一個的把它切出來 因為他的工作 其實蠻多 總共每一次至少都是幾百一筆 幾千筆 那如果說他沒有更好的方法 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 那裡面當然還有一些比較多的狀況 他除了有一個之外 他有的有兩個 兩個超連結 所以勢必你要怎麼 把兩個超連結 怎麼切過來 OK 那就是一個 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那相關的答案 其實在雲端上面 也有啦 所以有興趣同學 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按鈕按下去 全部 通通都完成了 他如果不懂的VBA的話 他每天光處理這一件事情 他至少都處理好幾個小時 所以 那這裡的話 我想 對於 這個工作效率的提升 一定有正面的幫助 好 那這個是有關文字 與資料函數的 相關的範例題 那後面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再來 回頭 再講這些比較困難的 因為這裡有些難度真的比較高 現在講可能有點不太適合 其他項還有什麼 比如說像 你的資料裡面有 有中文有數字有英文 那有沒有辦法 就是說 它不是字串喔 它是中文 英文或數字 如果你只是要留下 裡面的資料是中文的 或者是英文的 或者是數字的 那你用什麼方式 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這個難度又更高 裡面當然我們會用到 有關那個 像全形辦形的問題 像那個ASCII Code的問題 內碼 就是內碼的問題 因為你要怎麼判斷 還是非得要判斷 它是不是在 內碼的什麼樣的位置 那英 就是英文有英文的位置 有大寫跟小寫 那也許你可以把它全部 轉成大寫 再來判斷 然後 有數字的位置 那還有就是 非英文也 非 數字的話 那 可能就是你要找的 其他的資料 那當然這地方的話 難度比較高一些些 也許後面有時間 我們再回頭來看這些範例 那接下來呢 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邏輯函數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稍微開啟這個 邏輯函數這個範例 那這個難度呢 會稍微 就比較簡單一些些 主要是瞭解 剛剛有提到過的 就是說 有關邏輯函數的 像最基本的 是 Tru跟Force 就是說 它的邏輯 兩重的 那或者是說什麼呢 有多重的 其實 比較困難應該是多重 比如說呢 我們在這個綜合 等一下 請各位開 那這裡當然 邏輯判斷裡面呢 比如說它 它合格不合格 那合格不合格 這比較簡單嘛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邏輯函數 插入邏輯函數裡面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什麼if 常用剛剛有用到這個 其他有偶爾跟那者等等的 if裡面呢 如果這個的成績呢 是大於等於60的話 那表示說它是合格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不合格 OK 那這個應該 比較簡單啦 因為這個是 最基本的 我想 該現在if函數用的都沒有問題 但是呢 如果我說 我們改一個規則 比如說這邊 改一個多重的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 成績 不是合格不合格 這麼簡單 而是 80分以上是A 包含 80分 再來 70分以上就是B 60分以上 就是C 不及格 那就是D的話 那有四種可能性 這個時候怎麼辦 多重 那你想說 那是不是也是用什麼 插入函數if 那可是問題if只有兩個 True跟Force 那怎麼辦 這個時候其實 你就可以利用什麼 if裡面再加if 一直加一直加 反正它有幾個就幾個 OK 所以在一幅裡面呢 怎麼再加一幅 同樣的方法 如果在VBA裡面 怎麼去 完成類似的做法 那首先第1個當然 其實這很簡單 第1個你可以 我的習慣是從上面一直往下判斷 所以如果大於等於70 大於等於80的話 那就是什麼 就是A嘛 那反之的話呢 就什麼 反之就是BCD 所以這個時候請你 再點擊什麼 這個時候不要再插入函數 游標放在Force的地方 請你點點選什麼 這個 記得不要再插入函數 點選這邊這個箭頭 它會怎麼樣 幫你在這個if後面再加if 那再來就是什麼 邏輯如果大於等於70的話 那就是什麼 就是B嘛 反之就是C跟D 沒關係再一次 再插入一個if 那就是啊 如果大於等於60的話 那就是C 反之的話就是 D OK 結束了 按確定 答案把它置中一下 這個地方置中向下填滿 全部做完了 OK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屬於多重邏輯判斷 那其實不管幾個啦 反正你一直插入一直插一直插 你又知道由上到下一直拍拍 管它有幾種 最多它裡面是講說有 可以到255種邏輯 如果應該沒有那麼無聊 差一堆 所以光看就頭昏了 但是其實它是有個順序的 也就是說我先判斷什麼 判斷A 再 插入第2個 再第3個第4個反正就照順序嘛 所以工作裡面管它幾個邏輯 反正你一直插 做完了 OK 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當然如果做完這些之後 所以等一下合格不合格的 請各位想想看 如何 如何再把它變成 VBA VBA當然 我們可以有 至少會有 也是兩種 旁邊加個按鈕 然後再 插入函數 兩個 把事情變得簡單一些些 那當然 這個地方我還會補充說明一下 如果除了輸出的是 最後的結果 就是它的資料之外 那有沒有辦法 在 輸出的同時 也加上一些格式設定 那格式設定可能常用的包含 其實大概 蠻常用像字的 顏色 改一下 比如說 這個地方 可能把它改紅色的 A 改紅 改藍色好了 諸如此類 那 B的話呢 假如說 不要每個都改顏色 我想改底色 OK 改個底色 那 C的話呢 想說那我再變化一下 常用的也許叫 再幫我 加個框線好了 我外面再框框起來 諸如此類 D的話 再加一個出體好了 類似像這樣子 反正呢 就是說 可不可以 在輸出的同時 不過這地方用 內建函數沒辦法做到 你只能透過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或者用VBA來做 OK 可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它還是要手動 慢慢一個一個做 但是VBA的話可以快速的完成 我剛剛講的這些動作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 邏輯函數 那剛剛的文字 與資料函數 先講到剛剛那個範例 那至於其他的範例 有興趣的同學 回去可以試做看看 那些題目呢 其實在雲端上面 你都可以找到答案 而且VBA部分 基本上我好像都有放上去 那再來就是先看一下那個邏輯 那邏輯部分的話 就不外乎就是 兩重邏輯 跟多重邏輯 再來就是VBA部分 呢 謝謝 謝謝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